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步骑车的并行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590集 今天给大家分享地球火种的Elita One Elita One最近的玩具越来越多 我记得我刚入坑的时候 好像没有什么关于Elita的玩具 然后大概这两三年吧 一只雨后春笋般的冒出来 这款是Warrior Class 被Deluxe Class等级要在第一个等 那这是官方的Deluxe等级 身高可能差不多 那对比一下核心级别 OK 比核心级还是大上了不少 那么这款玩具比较奇葩 它各种奇葩 首先它的可动比我想象中来的差 第一 它的头是不能转的 它的头是从后面的整个部件连过来 那整个后脑袋跟这个部件完全连在一起 所以头没有任何的转动性 再来是它的膝盖的位置 你一定会觉得从这转 其实不是 它的膝盖在这里 所以也是这两点的话 就让人觉得说已经 把玩起来是稍微有点不太顺手 而且它没有外摆内收 大腿内侧可以看到完全是空的 无法有一个外摆的一个关节 把玩起来你会觉得非常的别扭 那手臂的话呢 你可以平举 还没有任何问题 往前的话呢也行 但是它的关节你可以看到吧 它的关节是在后面 而不是在我们熟悉的前方 如果你手臂三角零度转动的话 必须整个肩膀一起转 但是这样一来的话呢 就形成了一个脱臼的一个情况 可以说呢 它是为了载具的完整性吧 在人形上面呢 有相当大的牺牲 那你也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的一个关节 总而言之呢 初拿到的时候呢 你必须稍微去熟悉一下 它的关节的转法 当然如果你完全不怜香习语 觉得说妹子拿起来白就对了 那也是可以玩得很开心吧 那它还有一个算是一个卖点吧 这是一个大枪的状态 你旋转一下呢 就变成了是一个小枪的形态 这可能是这款玩具最大的提护位置所在了 这个部件可以稍微去转动一下 调整一下你手枪的位置 那平常的话呢 这个大枪小枪就看你了 这个这样反转一下 变成大枪 转一下变成小枪 那它的腰身的话呢 也是卡死的 不能动的 腰的话从正面来看 还有点线条 侧边都是黑色部件 就把它的腰身给修饰下去了 后面的翅膀的话呢 最大 那长到这么大 然后侧边来看啊 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身体 OK 背包也是比较大的 但是站立性很好 这脚后跟已经够大了 超级的大 那么这个轮胎的话 这里的话呢 是可以做一点微调的 看你个人的喜好了 那也没有一个接地 所以整体来说 它的可动性来说 是相当之不足的 那你就看你对这个 Warrior Class的这个 接受程度到哪里了 那面雕的话呢 就是一副外形 人的长相 这个 我个人是觉得 这个称不上是美女了 称不上美女 那么我们就来 示范一下它的一个变形好了 它的变形也是很有趣啊 这个部分先挑出来啊 我们先把这个 这个 通过这个双重关键推下来 把脸给藏到身体里头 那这个侧边 两个胳膊往上转 中间的这一块部件呢 一样的把它给挑起来 这里挑起来往上面盖上去啊 跟两个肩膀的话呢 这中间是有这个凹槽的啊 尽量的话呢 去把它给贴合吧 再来的话呢 手臂啊 这手比较简单啊 你就顺势先推下来 这个部分我由下往 由上往下盖下来就行了 盖下来 这里 然后我们把这个手臂啊 给卡进去 到这里 到这边 好 这个玩具的公差 其实容错度很大 那唯独枪的这个部分 这里要推出来 大概这个位置 下来 这个车子的这个侧门包下来 然后呢 这个手扣到这里 到这里 那这个膝盖就是一个反折 然后这个轮胎 这个部分也是这里 反方向逆时针转过来 然后这里的话呢 它是扣进去啊这里 咬合把它给咬进去 到这边 基本上呢 你硬掐呢 也是可以把它掐进去了 就变形上是容错度是比较大的 毕竟W级嘛 对这个真的是标榜给小朋友玩了 好 就给捏进去了 但是它的变形我觉得还是有点意思 把脸 藏到 这个应该说把身体缩短吧 也等于说把脸藏到人形的肚子里头去 还有就是 这个后腿这个地方的折法 虽然很简单了 不过我还蛮喜欢这种一体 一体流 一体 一体变形的感觉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上方前面这里 就尽量的吧 把这个缝呢 给弄小一点 但是这个缝是一定会存在的 然后有两个很大的翻折的关节 在车子的前方 当然如果你要把它当成是一个 特殊的造型呢 也可以 滚动性的话呢 轮子都能着地 那为什么滚动性不好 是因为它的轮胎就是偏紧 这个就是后面这个 基本上是推的不是很顺 不是打锚钉的轮胎就是怎么样 那玩具的体型很小 W级嘛 比DELUX等级小一点也是正常的 那配色其实很单调 这个玻璃啊什么通通都没有涂装 后面还有空洞 也没有车尾灯 果然车速是非常的快的 粉红色系也是Lita One的标准配色了 那车型是也算可爱了 就是涂装实在是太速太少了 这个玩具本身如果你 虽然是个女爪吧 但是确实没有什么吸引力啊 如果是凑人数的话 或者是说你喜欢这部动画呢 就把它带回家也是可以的 那今天就给各位呢 做个简单的小记录吧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谢谢大家